尽管是平日时间还是有不少民众 席家带劝到瑞芳运动公园散步走走 另外篮球场有遮雨棚 民众打球不用受到天气影响 说到这座运动公园的用地 当初是九份金山寺所捐赠给市政府来做使用 加汇瑞芳区的民众 我们感谢金山寺的师傅的大爱 捐赠现在现有的瑞芳运动公园的这块土地 让我们的大小朋友还有瑞芳区的民众 都有一个休闲游气运动的好地方好场所 那因为碍于周边停车环境的不足 那包括了以及U-bike的设置 那这次非常感谢金山寺师傅再次的大爱捐赠 差不多有五块的一些麒麟小弟提供 一元离奇就说运动公园使用率很高 代表人很多 有人甚至开车从外地来游气 不过现有的停车腹地不足 常常是有车辆随意停放造成交通问题 这次金山寺师傅发挥大爱精神 再度捐出周边约五块的基林地 希望提供给地方政府来运用 感谢金山寺无师的付出 让运动公园更真完美 一些民众有承行到我们 那个林地区市医院那边 希望这边的U-bike数量不够 承行我们那个交通局来 以各单位来会看 希望这个案件能够顺利来 等那个大叔他们的土地 手续见证完毕以后 就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市民 使用这个U-bike来 捐赠给我们的那个主管单位体育处 然后再来我们会交由交通局 来做一个整体公园的一些规划 设置摩托车以及汽车停车位 甚至是U-bike的停车站点的设置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整个瑞芳运动公园 能够将周边的一些设施 能够做得更完善 当地里长也说 因为有九份金山市的捐地 才造就现在的瑞芳运动公园 如今金山市再度捐地 将可规划为停车用途 或作为单车租借站点 使得周边硬体设施更加完善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导